今天找一部让人笑到匹刹的日剧 少年被黑社会抢走了漂亮母亲 苦练北斗神拳准备复仇 那十年之后功力大成 结果他第一个对手 竟然是风俗店的阿摩斯 那剧情多少有一点点离谱 明的更离谱 血界风云 阿强是个十岁的小学生 虽然是单亲家庭 但因为有漂亮温柔的妈妈 还是非常幸福的 但某一天他回到家 发现妈妈不在 只留下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我要开始新的人生了 妈妈从此消失 那又晓得他陷入了绝望 这时候他想起来 妈妈曾和黑帮老大在一起 那肯定是被他抢走了 他开始疯狂阅读 北斗神拳 眼睛里逐渐放出了光芒 那北斗神拳 一种攻击敌方穴位 致人于死地的拳法 但想要练成并不容易 于是他按照漫画主角的方式锻炼自己 不知疲倦 起早贪黑的锻炼 认真地做好课后笔记 苦练了十年 阿强觉得 自己彻底悟了 站起来了 四十年找黑老大报仇了 也不跟你多逼逼 直接就使出大招 但没关系 发动此全有个条件 因为漫画里 主角必须要说一句 你已经死了 于是 失败的阿强 痛定失痛 他终于发现了问题 不是漫画的问题 肯定是自己找出了穴道 从此 他开始学习更专业的穴道知识 人体解剖学 骨骼与肌肉 甚至是心理学 不仅如此 他还锻炼子力 那休息的时候 就看背头身权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他终于成为了一名按摩师 嗯 那日本有一种店 叫风俗店 具体是干什么的 咱也不懂 但多少在电影里 有点涉猎 阿湘就在这里上班 他有不少的回头课 就因为他按摩手法一流 但这天 来了个不速之客 竟然拒绝了他的按摩服务 不过没得软膜硬泡的 那阿强也只能体验一下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阿强征服了所有人的按摩手法 阿强竟然毫无感觉 瞬间 阿强反科为主 当场给阿强推倒了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按摩 毕竟苦练了十年的北斗深泉 阿强的功力深不可测 而此时的阿强 已经被暗处幻觉了 那感觉自己在云轮上跳伤疤 甚至连老爸都来了 按摩结束 阿强彻底被征服了 当场跪求败师学艺 阿强表示自己不收徒 但阿强实在是太真诚了 最终还是打动了他 而此时 风逐店的时间也到了 那正式拜师之后 阿强带着他上门服务 客户是一对非常有钱的老夫妇 俩人结婚45年 十分的相爱 但老爷的年事已高 时日不多了 老两头就只有一个愿望 死之前再疯狂一次 奈何呀 老爷的身体不如冲前了 现在也只能想想了 那这能难得住阿强吗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按摩 对着老爷的头顶一顿操作 奇迹般的就激活了他的能力 效果十分显著 老爷的已经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阿强他俩离开的时候 老爷的那边已经上演限制机了 阿强就好奇 说师父 你这是什么执法 阿强就说了 这是北斗神拳 和现代指压法的结合 阿强没看过漫画 就问了一句 不想当杀手的漫画仔 不是一个好的按摩师 北斗神拳的主角剑翅郎 曾经说过 当我伸出手指 三秒后你将死去 那苦练了十年的北斗神拳 他要超越剑翅郎 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暗杀血维 不会立刻致命 因为那样会上法庭 他是要让血维处形成血栓 三个月后 动脉堵塞而死 那碰巧这一天 仇人出现了 是那个抢走他妈妈的男人 曾经的过去 历历在目 复仇的机会就在眼前 他全部功力集中在手上 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 突然停下了 因为他发现 这个男人的身体很糟糕 原来男人的脊柱有一个肿瘤 而且已经无法手术了 应该活不到两个月 那这样下去 他会比暗杀血维更痛苦的死去 自己就无法亲手报仇了 那仇人必须得死在自己手里 只能冒险一事了 他使出了毕生绝学 将北斗神拳发挥到极致 结合自己对血维的精髓理解 延长他的寿命 他要让仇人活下去 直到自己亲手报仇为止 为了计划万无一失 他还特意叮嘱 一定要定期过来治疗哦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结果仇人出车祸 飞出去三十来米 那既然是要亲手报仇 当然是要把他给救活了 甚至还送他去了最好的医院 那这是一部日剧 薛街风云 那离谱是真的离谱 搞笑也是真的搞笑 很久没看到这么中二的日剧了 我只看了开篇的内容 感觉还是挺好玩的 至于后面的剧情 强烈建议你们自己去看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么么哒 咱们下期见